女生已经都气疯了 这还觉得 简直了 不会那个 反正没有 还有嘛 我们刚到北京 我们是在北京实习 当时我就想嘛 两个一起住多好呀 然后我跟他讲 他就不肯嘛 然后他失智做主 给我们俩都找好了地方 然后没办法了 就这样住嘛 见面的时候也少 我就特别想他 然后我就挺难受的嘛 那天正好我休息 我就把东西收好了 我就过去找他 我就想我要给他 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就没跟他讲 然后结果我去了之后 他下班回来 然后他一看到我 简直了 他像见到鬼一样 哪里是惊喜啊 简直是惊吓 你看嘛 要别人家男朋友 他多开心啊 他巴不得呢 是是是 你看他 他怎么这样 因为我没想到他来嘛 我下班 然后突然发现 他在这 都是男生嘛 然后突然 一个女生 我还还还吓一跳 那你就不想跟我一起吗 那我也能照顾你啊 我们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嘛 相依为命 对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人相依为命 虽然我们谈了三年嘛 那也只是个男女朋友 还没结婚嘛 住一块 大家怎么想嘛 再说他一个女生 刚进公司 那样名声也不好 我睡睡房 让你睡客厅 我又没占你便宜 那我一个女生 我脸皮也挺薄的呀 那你跟我住一块 那是不是还得我照顾你啊 那你照顾我有问题吗 之前在学校 咱就不说了 你学习还轻松一些嘛 现在工作 倒半啥的 就照顾他 就有一点分心嘛 那你之前在学校 他衣服都是我给他洗 那楼下有洗衣机嘛 他非复 他就说 我洗得干净 然后往我洗 我挂在我宿舍嘛 然后寝室的人都看见 那是谁的 刚开始 比如说女朋友的嘛 那时间长了 我寝室的人都知道 哟 他明天又穿那个衣服呀 所以你是害怕 他跟你住一起 天天让你洗衣服是吧 那当时嘛 我搬去之后 那他也没办法了 我当时我心里可开心 我想我的好日子 终于要来了 那结果呢 结果没住两天 我下班回去一看 发现我堆船没了 我想不会招贼了吧 我当时可害怕 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东西都被人套了 然后他就特别淡定跟我说 他说 是他给我搬回去了 你说没跟我商量 你就直接把我东西搬走了 那你过的时候 也没跟我商量啊 你通常过来 把我吓一跳是不是 所以你要把我吓一跳是不是 那有你这样的吗 你看别人家男朋友 怎么对他女朋友的 你得我问一下 不在一起那几天 互相照顾了吗 对啊 那他在家 他妈都说 你在家别干啥 我还能让他怎么办 我肯定不能让他干 我在家 我妈都舍不得 所以实际就是 你们在一起住那几天家务 都是你在干什么 对啊 而且我还在工作 肯定分心嘛 而且他住在我这边 离他那也远不方便 他都是借口 他还叫我可抠了 那我们再以三年了 他都没送过 我一件像样的礼物 你看像他这么愣的 像这么傻的 他也不主动 那就算了吧 哎呦是吧 我就让他陪我逛街 我看到一个手肘 我可喜欢了 我就想让他给我送 那他就是不肯 还找借口 我说我手臂粗 那你看你手臂 是不是比我 你看我手臂 哪哪粗了 哪粗了 手臂哪粗了 他之前挑的 挑的那个是比较细一点的 然后那个 营业员嘛 他就故意挑粗一点 贵的人给他 那你一个女生 带那么粗的 像啥呀 本来也就不好看嘛 确实是不好看 那要别人家男朋友呢 你看看别人家男朋友 他情人节舞 啊你什么的 他都给他女朋友送礼物 那你呢 你给我送过什么呀 然后我就给你讲一下 我想要这个嘛 那你也不愿意 你怎么不学人家男朋友呀 你就光拿我和别人家男朋友比 别人家男朋友比 整天拿我和别人家男朋友比 这个就不要比 这不太好啊 姑娘 这就差不多了吧 你说ап 你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